在昨天的时候呢 强烈大陆冷气团南下 温度偏低 但是在今天白天呢 仍然是一个冷嗖嗖的天气 不过温度的形态来说 到了晚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 没有昨天晚上冷了 因为冷空气强度开始要减弱了 但我们现在这时候 就来看看今天的三个之最 第一之最 什么呢 最冷的地方 在今天的清晨的时候 淡水的温度只有在10.8度 这也是台湾本岛温度最低的地方 而最暖和的地方 在中午的时候呢 恒春半岛气温在25度 全台湾最暖和就在那南台湾了 但雨量最多的地方呢 是在荷欢山庄 也就在那荷欢山区 因为今天呢 荷欢山的温度还没有到零度以下 所以呢 只有下雨没有下雪 温度形态来说在70 整个降雨形态来说呢 大约在75毫米 明天呢 雨后要转多云了 白天的气温呢 开始会略微的上升 等到礼拜五 温度深的幅度会更明显 我们就来看看卫星云图 从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 北方冷空气南下 带进来的是冷空气 使得大家感觉到天气寒冷 但是呢 在华南地区的云带 逐渐的东移之下呢 带进来的就是水气了 所以呢 整个降雨形态来说 从北到南都有下雨 而降雨的状况来说 还是已在中部以北比较明显 我们可以注意到云图上面来说呢 在今天白天的时候 整个云层量的发展来说呢 到了下午以后呢 有略微的减少 可是呢 在这中部以北地区 今天晚上的云带在通过之下 仍然会有阵雨的状况 不过到了明天呢 明天的时候 高压冬移了 冷空气强度开始要减弱了 另外呢 就在于水气的发展来说呢 华南地区仍然在发展 可是呢 风向因为转东风 渐渐的变有点偏难 所以呢 雨的部分来说 大概在明天的中午以后 都要逐渐的停下来了 礼拜五一直到周日 都是好天气 你周休假期可以好好的安排 户外活动 但是六日两天啊 这中南部的高温 又会上看到27、8度哦 小丁琳给您个提醒 要注意的是 山区没有局部性的浓雾 行车方面要注意 但今晚的温度仍然寒冷 穿着方面 注意保暖